6月21号,一台造价高达200多元人民币,好几位工人历时数天 建造的一台最大起调全中0.003吨的巴拉巴拉号屡带式遥控吊车 正在被运送至百米之外的无双三号大坑基地进行部署 据悉,长期以来,玩具无双因缺少一台像样的遥控吊车 而保受全球网友的诟病 为了尽快扭转这一局面,无双高层层对登力士 无论如何也要搞出一台吊车来挽回颜面 信心的是,工夫未复有心人吊车最终被成功搞了出来 并顺利将部署行动的计划提上日程 然而就在部署途中负责运输吊车的遥控汽车B28猛兽 在这关键的时刻却吊了轮子 为继续推进部署行动 事故发生后不久,玩具无双紧急召回了远赛波赛 执行扎土运输任务的著名遥控汽车尼多辉 希望以他的运输能力能够将遥控吊车安全输送到无双三号大坑基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天中午12点07分 尼多辉拖着还没有来得及卸下的渣土 顺利抵达了B28猛兽的事故发生区 现在他要尽快掉头和B28猛兽伪对伪 好让吊车能够自行开上尼多辉的火箱 10分钟后吊车交接工作顺利完毕 你都会启动发动机再次掉头 吊车的部署行动也将继续展开